好, 開始 大家好 今天晚上和阿楊做 好像今次回來香港第一次 你今次回來香港, 我第一次和你做 之前都和你做過幾次 做過, 領教過, 我跟你學習 跟你學習, 學不懂 學不懂 我看見你的Facebook 講到馬丁路德 將空掃 川主教會的95條 放進去教堂 德國教堂, 現在很出名 現在本教堂還在這裡 剛剛是今年五百年紀念 很多人都不太著重這個紀念日子 甚至香港的基督教都不太著重 因為這個牽涉到革新的問題 這是第二次的宗教分裂 第一次是東正教 這個就是 1052年 開始 革了五百多年 至第二次 這次很融 要先講講的背景 楊先生 大家都知道 歐洲 由迫害基督徒之後 到天主教拿了一個領導權之後 變成一個政教合一 是 真的 更威風 那些皇帝 教士 絕對權力牽涉到絕對腐敗 沒錯 很出名 大家就算不熟宗教 都聽過有熟罪勸等等 你得不得救蒙蒙神月立 是要通過當時一些很腐敗的教士 後來馬丁路德 簡單來說 信教都要課金 對 很厲害 所以教了當時是一個最大的地主 最大的財主 最大的權力核心 是當時歐洲最大的紀德 他們還有一個名字 叫做Holy Roman Empire Holy Roman Emperor 但是 是Not Holy Not Roman 但是他的位置是靈解於任何一個 歐洲的國王之上 馬丁路德 後來 此官說了 第一次教會 東正教、羅馬教分裂之後的五百年 就出現馬丁路德 德國的一個教士 就在五百年前 他本來知道教的 他當時沒有新教 天主教教士 就釘了九十五條的改革綱領出來 還有他的背景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是讀法律的 所以他一寫那九十五條的時候 是很甘的 很有力量 他用一個批判的思維 一般你說他讀神學 我記得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他本身讀法律 然後他病到快要死 他就說如果我好得回 我就出家 即是在神前許願那些 如果我過了這一關 舊愛回來找我 我就戒牛肉 即是那些 很多人會戒的 很多人會戒的 即是不理什麼宗教 即是拜菩薩 都說我去完之後 我就不戒牛肉 戒某種行為 他戒牛肉 還是壞事做盡 這樣也有 再講一個補充的背景 因為當年 除了這個教會腐敗貪錢之外 還有建一個教堂 聖彼得這個座堂 即是你現在說羅馬聖八多禄 羅馬聖八多禄 因為天主教譯為聖八多禄 基督新教譯為彼得 因為聖八多禄大教堂 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你去過看過 我未去過 我未去過 我去過 教堂裏面以前有座位 現在都搬出外面 因為遊客眾多 地下有一條條線 告訴你 我這間教堂是最大的 第二大就是這條線 譬如聖波 英國那個 然後是德國哪間教堂 沒有教堂是扣他大 到現在為止 不敢有教堂是大了他 他也是羅馬天主教的中心 這是大的座堂 所以他建這個時候 這個聖良 中文譯為聖良 十世 不要想起六八九 大家 就要籌款 發現了 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原來是可以用錢 去熟你的罪惡 人間的罪惡可以熟了 熟了之後 容易升天堂 不是保證你一定升天堂 譬如天宗教裏面所說的煉獄 這個都很脆弱 如果用新教的說法 是聖經有沒有弱略呢 說過不是那麼清楚 也是一個憤跡 人死的靈魂沒有直接升到天堂 任何基督教都沒有說過這句話 沒有的 香港有人說 說我死了已經天堂 有個位置留給他 沒有說過 連教宗都不敢說 我死了上帝給另一個位置 香港天堂沒有 唯一一個人有聖母馬利亞 是直接升上天堂 有得過 耶穌是神來的 不是說人 還有一個以諾 就是聖經創世記 有個以諾 直接升上去 沒有的 伊斯蘭教也有個穆可麥特 那個一定 有一個石一隻母 數了是這幾個 香港多一個 就是林鄭自己說的 是嗎 他說天堂預留了個位置給我 二樓 不是等於你立即釘了就上 那不用死後有審判 未曾審判 何來升堂先堂呢 他自己說吧 相信他先 因為這樣 所以有淑罪券 准你上去 淑罪了你的罪 用錢買了你的罪惡 買掉你的罪惡 而且那個贖罪圈 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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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用得很好 還有這個贖罪圈 是有專利的 教會的價錢才有專利去買的 你和我是沒有能力的 反腐走進不行的 你別想要叫人課金 如果這樣也行 我和阿楊就去買了 發了 每天有很多人成功是性交轉運的 但是 我都想要 一隻十萬 不要說這些 我興奮 那時候天主教腐敗 例如十日譚 都說很多性交轉運的故事 以前到現在都一樣有 不過宗教背景不同了 不止 有些技術問題 現在已經解決了 又再回來 那我們話題要重新說過 當大家沒有聽過 還是當大家聽過 聽過前面的 是不是出了街 剛才 說到這些所謂騙人的事 神君 不只是贖罪卷 很多 就算是喇嘛教 喇嘛 也有這樣 不過有些俗道有黑儀 對 香港最近佛門都出了很多醜聞 剛才說完 我們想說 背景是這樣的 為何馬丁路德 這麼牙 這麼欲緊 因為看到這些情況 真的跟他所相信的宗教 以及他看到的聖經 當時不是很準時的聖經 只是教士準 而且你要懂得拉丁文 當然 普通人未必懂得拉丁文 還有大部分歐洲都是文盲 除了在教會 准理有教育之外 不是你呢 都很難 因為當時教會是壟斷了 所謂的教育 醫療等等 都是由教會去包辦的 還有聖經的解釋權 那你養著那些知識 就一定所有東西去解釋權 沒錯 即是釋法權一樣 都是壟斷在某些人手上 所以那時候 兩樣東西是很可怕的 到現在呢 仍然生效的 第一個叫聖經無誤論 第二個叫教皇無誤論 即是說這兩樣東西是沒錯的 他說的是對的 這個其實呢 共產主義就學了 立法主義就學了 他沒有錯的 極權的全部都學了 學了 我說回 馬丁尤德很不高興這些東西 跟他所學的東西 和他所認識的宗教 都不是那件事 於是他以法律專家的身份 就將分析了這個當時教會的腐敗 將他控訴成為95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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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是一個反抗 和是一個很大膽的作為 是啊 因為宗教法庭是很恐怖的 中世紀的宗教法庭 最重要的 有一件事 大家可能沒有切身感受 就叫做破門律 Excommunicate 這件事 在天宗教裏面 他趕了你走 是極刑 是 你不用上天堂 不單止 你是 你被破門律 那些出去之後 你是全部沒有人收留你 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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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給你 隔開 飯 沒有人施捨 工 也沒有人給你 聚人 大聚人 大聚人 就是聚人 你是被社會徹底妥協 天堂也徹底 將你妥協 絕對沒有留位給你 很恐怖 中文譯叫破門律 當時是非常嚴重的懲罰 但是馬丁路德 冒著危險 他是一個神父 天主教 不是基督教 那時未有基督新教 但是這樣 他都夠膽 為了他的理想正義 就把這個95條的控訴 釘出來 公諸誓 他是因為 他造成的傷害性這麼大 因為他那時開始有印刷 他將這個拉丁文的聖經 譯翻作德文 廣為流傳 將他周圍派 然後他就說 聖經從來沒有說過 你必須要透過神職人員 才能夠親近上帝 沒有的 他是說你是透過信仰 能夠親近上帝 恩信清義 梁馬書教的 以前的人 以前的人 教職人員 神職人員 講什麼他相信 第一他看不明白 第二 只有他有能力 親近上帝 所以基本上 他是一個大的霸權 一個大的壟斷 而且是一個大的獨裁 是的 獨裁沒錯 但是呢 馬丁路德金 做了一個 什麼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 我們叫做路德 馬丁路德 他說 他讀法律 所以他就在一個很批判的角度 他把那九十五樣東西都列出來 然後呢 他就要怕別人不信他 就贈送了聖經 然後跟他們說 你高書 你去看 誰有說過 我們要給此類贖罪 誰有說過 我們只能透過神父去告解 清洗我們的罪狀 所以剛剛次官講起 恩信清義的羅馬書 這些 其實是來自保羅的 馬丁路德 最多人講的 就是恩信清義 你只要信 你就不需要通過神職人員 贖罪勸勒 但你可以直接得救 心中相信 口中承認 八個字 很多牧師就問我 嗯 劉天智 你走來傳道 我傳過道 居然 不只是六次 還是七次 我都不記得 是上去 在教堂的壇上 講新教 是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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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次 牧師就問我 他說 劉天智 你是不是教徒 我說 不是 你有沒有信夠沒有 那你 你是怎樣 呢 我就說 口 心中相信 口中承認 是有這個 靠 不過 後面有一句話 要告訴你 同時 我口中承認 有佛教 有承認 有媒教 羅馬宣布說 你不能夠承認 有別的教 你信不信 另一件事 他存在 客觀存在 是 我是用研究的 態度 心態 去認識 不是錄音 是現場 怎麼會錄音 我正在讀 聽眾的反應 是 我們正在讀 聽眾 反應 證明我們 剛剛動了 鏡頭 看到鏡頭 看到嗎 現在是12點 踏15分 是 繼續說 他看到我們 隨口說 以為我們 錄影 拿著紙 是現場直播 從來 劉天志做了 二十多年的電台 從來沒有一張紙 是 懂不懂就不說 是 在圖裏 在楊先生也是 懂不懂 你們兩個都是字典 因為拿著看 其實是會影響你的思路 剛剛次官說 我們講開恩信稱 馬丁路德 對現在影響 新教最大的恩信稱 最早是保羅 使徒保羅 這跟後來 馬丁路德的恩信稱 有少少不同 馬丁路德 叫人不需要通過教士 教會 贖罪勸 當時保羅 就說 你不需要 是猶太人 才得到這個事情 只要你是外邦 雖然你是外邦 你是希臘人 你是羅馬人 你不是猶太人 不是神的殊能 只要你相信主耶穌 你都是恩信稱 而可以得救 楊先生 你用這個外邦兩個字 做得好 為什麼呢 為什麼外邦兩個字 用得好呢 因為呢 在現在來說 很多人用世界 但是那個年代 世界就是外邦 就是環繞著 在中東周圍的人 沒有去到印度 更何嘗到中國 南美洲和北美洲 根本沒有一件事 完全不知道 所以不是叫世界 所以它不是Universal 它是外邦 所以當時 因為他早期教會 耶穌死了之後 或者升天之後 早期教會 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辯論 是不是猶太人 我們是猶太人 但是我們 是不是一定要猶太人 才得救呢 沒有來就衝過去 羅馬書等等 哥林多前後書等等 很多不同的書信 就 論述一件事 就是恩信稱而 不是因為你的民族 是不是猶太人 最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信 這就是兩個很重要的人物 一個叫做彼得 一個叫做保羅 即是保羅 最大的猜疑 是吧 所以 這個一定要知道 這個根底 為什麼要知道根底 因為我們 要直長區直入 反游這個問題 沒錯 反游就是今天我們的主題 講到馬丁路德 先由馬丁路德說回來 再轉回 為什麼說反游 遠一點 反游在馬丁路德 很多時候 我最近和一些基督徒的信徒 就辯論馬丁路德的反游 他們聽下去 就好像是 講火星文 完全想像不到 他們想不到 他們估計不到 原來馬丁路德 一個這麼出名 這麼革命性的基督教徒 竟然是反猶太人 而香港的基督徒 各樣都是猶太人 一定是正的 一定是好的 你知道嗎 猶太教和耶穌教 我不會說誓反教 因為不是叫做新教 而是叫做誓反教 抗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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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天主教譯 它叫做誓反教 反叛 反叛 等於當年猶太的教士 大祭司 那些人 就認為耶穌也是反叛 叛逆的 耶穌教耶穌的為人 就是對他們的猶太民族 無論四種哪種民族 尤其那種法利賽人 那種人懂經文 有書讀的學生 那些人最憨憎 最虛偽 最衰革 是 正教合一 當時猶太社會 就說羅馬是他們的統治者 但實際上羅馬沒有干預他們 當時猶太教 是猶太教 不是基督教 各位一定要分得清楚 有很大分別 完全是兩樣東西 即是說耶穌如果有這個人 在他生活裏面 他在教堂打那些人 說那些人搞我教堂 把聖殿變成 那個聖殿其實就是猶太教的聖殿 並不仲未有新教 有幾樣東西 是猶太教有 而天主教 即是耶穌教是沒有的 包括真教都沒有的 例如就是 他們的猶太教的聖殿 裏面有那支泳池 是的 沒錯 那時候很少人說這件事 就是 為何你會知道他們的泳池 我親家見過 我沒有見過 但我聽過 我訪問過一個女生 是怎樣 就是每一位猶太婦女 驚奇完了之後 她都要去那裏浸 洗完之後 她才能夠再跟她先生 再有親密的行為 只能夠同房 是的 同床 因為就算你自己看 你不要看猶太經 只看舊約聖經 女性的月事 是不潔的 是的 很不潔 這個跟我們中國古代 先秦的時候 傳下來都是 認為這種東西是不潔的 其實這件事是我們生命之源 其實我經常都說 如果女人不靈母 就沒有人類 就是生命之源 是的 其實他們當時 耶穌時代的猶太教 根本就是 除了猶太經典 以及宗教的解釋權 領導權之外 因為她正教合一 具體的猶太小 是由這幫人來控制 羅馬人 最重要是你們 可以交水給我 不要反叛 那我就算了 還有猶太教 必須要割包皮 這個很重要 因為她是跟神立約的記號 沒錯 這個又拆開 Must God包皮 拆開一點點 說另外一些知識 聖包皮 這個在另外一本書 這本書叫Golden Legends 這本書裡面有記載 不是我作的 如果是劉天志作 不是 當然你可以買這本書 只能夠英文版本 沒有中文版本 很用功 裡面就說到 耶穌小孩子的時候 因為她是猶太人 事必會割包皮 包皮之後 巨雲 這個小孩子的包皮 就放在一個盒裡 一直流傳到今天 還傳在某些教堂上 天 這個叫聖包皮 說出來是非常荒謬 好笑 但是真有其事 其實應該是腐爛了 是人肉組織 有沒有成問題 這一類的聖物理論 其實在中世紀腐敗教堂 也有很多 不只聖包皮 什麼都有 這個說某某聖人摸過 那個說某某聖人用過 聖母的月經 是否都是聖血 你明白嗎 沒有止境 最重要的是 剛才你說的聖物 包括聖人的骨 那些骨很重要 我記得馬六甲當年 馬六甲當年很多個傳教士 去過那裡 因為他是重要的寒道 是的 寫一遮留圍骨 因為他封聖之後 就變成聖物 聖物都不要緊 你是尊重對宗教有貢獻的傳教士 但是當時中世紀 就是利用這些聖物 又是來掠水 又是來迷惑眾人 其實那個情況 跟當年耶穌說 面對著那把法利賽人民事 好像馬太福 士官都很熟 一兩嘴連續罵他們七句 你們這些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民事 有禍了 那我就 詛咒他們 詛咒這幫人 這個字 有很多額外說的 這個字叫 damn 這個字以前是粗口 現在就沒有人當過粗口 這個就是一種咒座 只能夠神對人的咒座 不能夠說人和人之間 我damn你不行 所以英文那句 其實technic就是 Goddamn you 沒錯 但現在人們可能會省下說damn you 或者damn it 好一點就是goddamn 就算了 同結譯為 不及你一口釘 其實看到耶穌和馬丁路德都是針對宗教 所以沒有針對羅馬人 沒有針對政治上的統治者 沒有針對宗教領袖 是最負食人心的一群 沒錯 因為他是宗教領袖 當自己是唯一溝通上下 即是上天的神 以及底下的人 的一種媒介 當然他是一個媒介 他要高人一等 是的 其實他們認為 猶太人當時都認為 我們是神的選民 是 神的選民入面 還有一群高等的神職人員 是這群選民和神之間的一個橋樑 嘩 嘩 不得了 不得了 他們的地位是princess princess of the church 是超越princess 為什麼呢 舊約聖經是講 以色列有個國王 就走到智聖所裡面 他說要敬拜神 但是智聖所只有 由摩西律法定下來 只有大祭司阿倫 即是摩西亞哥阿倫 摩西亞哥阿倫的繼承人 大祭司只有他一個人能夠入智聖所 結果呢 他違反這條戒律 上帝即時令他的額頭出現麻風 他一輩子不敢見人 是很嚴重的 所以他們神職人員在猶太 傳統猶太社會 是比最高無常的皇帝還要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甚至我們看到很多古以色列的宮廷政變 很多時候都是大祭司 發動 來推翻他議員 反而希律王 多數是一些很貪圖日 有些很貪圖日落 有很多東西吃 有很多女人在身邊 那種腐敗的快樂 是快樂 但其實呢 這一種當權者 這一種的國王 國軍 未常 即當時 你一定會覺得他是很腐敗的 很差的 但是呢 這一種反之 你去比較大有作為的軍主 他未必在事後看回 是真的這麼差的 因為他拿了整個國家資源 整個國家機器 如果他來大有作為的話 可能會加速那個國家的衰亡 即是他可以好像那時候 漢武帝 他刑台的罪己之召 他不是說 我任性啦 我打了幾十年兇奴 打到國家又窮啦 那些人又死呀死呀傷呀傷呀這樣 即是他一方面的 accomplishment 他個人意志的決定 是整個國家陪他瘋的 反而他自己玩呢 國家不用陪他瘋 這個所羅門就是 剛剛認了雷和其一樣 他大興土木 全國去到最威的時候 他帶很多禍根種下 死了之後呢 國家分裂了由大 以及以色列南北分裂了 現在說回耶穌那個年代 是不是完全民間沒有反抗 又不是 有一個叫憤裔黨 憤裔黨是造反黨來的 是對羅馬人的統治 以及希律王的容辱無知貪婪 和法律塞人的當權 這些都是他們很憤慨的 耶穌裡面的十二門徒 有位Simon 憤裔黨人西門 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十二使徒之一 耶穌裡面的有餘夫 有瑞利 有些叫做勇武派 憤裔黨人 是反羅馬的 是反羅馬的 因為耶穌很多人 那時候很多 我們叫做教士離地 耶穌是貼地 越來越多人認同耶穌的時候 又批評到那些 那些宗教權貴這麼厲害 最後大祭司那些教士 是迫到羅馬 巡撫比拉多 是要釘死耶穌 寧願釋放巴拉巴大道 都要釘死耶穌 這件事也成為後來 歐洲人反遊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而且是民主地 所以民主是有危險的 當日 比拉多是問過這些群眾 是的 多數群眾舉手 是說釘他 全部都是釘 除了耶穌的門徒 和他媽媽之外 其他人都很贊成 釘耶穌的放 送到大道巴 所以當時羅馬巡撫是想放 所以真正釘死耶穌的 真的是猶太人 是猶太人 所以現在教會 很多時候就集中說 羅馬人釘死耶穌 和迫害早期教會 事實上最厲害的是猶太人 他不敢面對這個問題 你記得有記載 很多老婆的太太 都是羅馬人 是羅馬貴族的女人 他都勸了很多 我發了個夢 不要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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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拉多 在之後 這麼多人逼他 要他下命令 他拿個盆洗手 不關我事 我洗手 我洗手 我先洗手 所以後來 如果說耶穌死於比拉多之手 我覺得有少少是硬來 主要是因為教會 想洗脫 為猶太人去開脫 因為他們經常要捧到猶太人這麼高 但猶太人又釘耶穌 他們是沒有辦法面對這個矛盾 所以就唯有說 全部是羅馬人的問題 絕對不是這個事 但事實上 用理性去分析 大家都是寫手 三番四次審問耶穌 我找不到他什麼罪 算了 放吧 那些教師不肯放 最後他的教師煽動群眾出來 真是說 你如果不釘死他 會造反 做皇帝 他做皇帝不行 那你秦婦 你怎麼跟羅馬皇帝交代呢 我老頂是羅馬皇帝 因為這個是一個 Rebellion 這個Rebellion 是會顛覆他們的傳統價值觀 所以你說什麼平等 這件事不可以 一個社會是建基於階級觀念 你一平等就是一個大顛覆 一大顛覆也更加多人 所以你死比我們更好 所以那些教師一定要維護自己 一定要掠耶穌 所以到耶穌死後 早期教會也不斷受到猶太教的迫害 其中第一個被石頭扔死的聖徒 就是這個 聖斯提反 聖斯提反 我曾經去過他殉難的地方 就是那個現在叫做獅子門 就是耶路撒冷救城附近 我去年去過就是那個獅子門附近 就是他在那裡 跟那些反對早期教會的那些猶太人辯論 那些人不夠他搏 用石頭扔死他 這個司徒行傳說得清楚 剛才你剛才說的那些 在彼拉多回到羅馬的述跡 現在是找不到證據 現在你剛才所說的那些哭 是聖經說的 是封音書說的 其實聖經也是如是我聞 孔子的論語也是如是我聞 佛經也是如是我聞 聖經也是如是我聞 包括毛凱文都是如是我聞 這四位最威水的聖人都是如是我聞 即是說你沒有一個 譬如說你不是拍了YouTube影片 或者是完全正激 都是軟述的 耶穌的出生都是很低微的 應該在那個時代沒有讀過書 穆可默德也是紋盲的 所以唯一真真正正正肯定有讀過書 就是聖經記載 就是摩西接受埃及最宮廷最頂尖的那種教育 其他那些都是不行的 說回反游 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德國納粹這麼討厭猶太人呢 我想先是整個歐洲 為什麼猶太人會去到歐洲 就是在公元七十年的時候 因為猶太地區起義 羅馬鎮壓 第二聖殿被拆毀 然後猶太人也分散了很多地方 因為受迫害 很多人去到歐洲 先去到西歐 但是西歐呢 也是先反游的 這些人外來的人 又骯髒 又放高利泰 這個呢 非常 你要知道 這個 這個無罕默德的創立的伊斯蘭教 他有一件事 就是你要對比你慘的人 展示這個憐憫的 你要幫助他們 跟著他們 還有他們不可以放高利泰的 不准有立息的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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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借錢給你 是不可以有利息 不可以放高利泰 更加你不要想著搞人的發財 絕對不接受不到 但是猶太人最喜歡做這件事 而且他們做得很好 他們真是金融天才 但他們之所以做這件事 又不是完全 因為他們特別喜歡放高利泰 因為歐洲當時有很多反郵 是令他們不要過來爭食 很多行業是不准猶太人去經營 是不准的 變成一些很下九流的賺錢方式 例如金融、放利等 他們只能從這個位置 不要聽一些說句 用中國說話 叫做撈片碗 是 還有最髒骯髒的 是 是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重視金融呢 因為錢可以打走 你來迫害我我就走 不像中國人買地 買地我怎麼搬到地去走 那不可以怎樣走 一充公我的地就玩完了 一打土豪分田地就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 文界又再來了 又要再分田地了 會不會 你也想 我也想 我也想 分樓 不是 田地上有樓 所以中國人和猶太人 那兩個傳統就不同 中國人有錢就去買地 買屋 猶太人呢 金融最重要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要講一個比喻 就是我經常都講這本書 浪圖騰 浪圖騰 我每次講這本書 我會罵這部戲 因為 拍得很貪 如果聽眾 如果有聽過我的節目 都知道我每次都罵這部戲 因為他拍了變成 Natal Geographic 最精辟 令到這本小說之所以 會這麼吸引 因為他比較兩個國家 兩個民族的民族性 將中國人對土地的眷戀 對土地的依賴 對土地的那種是扭曲的情意 他覺得土地是屬於他的 這件事是令到中國 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上下五千年 你先不要理信不信市 是一直被外族打到你落花流水 打到你又要割地賠款 打到你要嫁女 打到你走老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人家小過你這麼多的 油木民族 他可以打得贏你呢 就是因為對土地的那種扭曲的價值觀 就是這塊地是我的 我生在此 死在此 你一個農家民族 是沒有辦法贏到油木民族 因為他沒有這個執著 他沒有需要說 我要綁死在這個地方 有這樣的規條和框架 哪裡有水 有草 我就去哪裡 哪裡有資源 我就去哪裡 這個就是我們英文說的mobility 所以我有看過一些 今時今日的經濟分析員 不是香港 不是中國的 是外國的 他分析的就是 如果有一塊錢 當時是美國的分析員 有一塊錢是否應該買房子 是應該做生意 應該投資 因為你買了房子 房子就磨死了 就像香港那樣 把錢全部遞到房子和土地 結果經濟轉型到現在都做不到 如果突然之間變成一國一制 或者突然之間文革又再來了 死神又再來了 不知第N集 然後打土豪分田地 這些人就沒有了 渣都沒有了 就是去回你農耕社會的那種土地 是我的養命資源的那種迷思和執著 所以猶太人和中國人真的有事 這方面很不同 中國人是土地迷思 但是猶太人 我一定要拿最靈活可以轉移的資產 所以他們變成一個傳統 就是到現在的猶太銀行 現在仍然是說了事 全世界現在最大影響力 就是猶太人 在金融方面 傳播方面 傳播都是 各位我們現在用的 YouTube、Facebook 都是猶太人的 YouTube那兩個兒子 Facebook那個 其實很簡單 你看到博字尾那些 Steven Spielberg Maurice Greenberg 還有Suckerberg Facebook這個 都是猶太人 所以猶太人很厲害 你一去到二族 去到歐洲爭吃 歐洲那時候就慘了 又黑死鼻 那些人一生氣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是你們這班人 有陀虛我們 帶來一些瘟疫 然後找不到吃 又是你們這班 其實不關他事 黑死鼻 黑死鼻很可憐 你知道猶太人 有一個和中國不同的 為何用中國人 我們看到一個優和劣 是很清楚的 譬如 中國人 你想是中國籍 是相當困難 你是老爸老母系 可以當你是中國人 你又不當 你老爸不是中國人 那樣就不當 因為他跟父系 但是猶太人是跟母系 只要那個老母 其實這樣做得意 是猶太人 就知道你的老爸是黑人 是甚麼人 火星人都可以 因為你一定知道你老母是誰 但你老爸未必知道是誰 這樣就已經是猶太人 那你變成猶太人 他在全世界的人種來說 他是找得最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都知道了 原來雜交了 不只是人 動物也是 是產生 當然有不好 但會產生好的 因子 基因會大一點 基因會大一點 是的 所以當時 如果你的猶太人 是這樣繁殖 是製造了一個很大的威脅 類似當年埃及 發覺那些希伯來人 在越生越多的時候 就變成我們的威脅 當時去到歐洲 他們都覺得雖然人口很少 但是文化又不同 捏水又捏得勁過的人 他們那時的歐洲人是害怕的 而且教士覺得 你們這班釘死耶穌的人 當然應該受詛咒 導致我們有剋死病 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那些人的生活又艱難 但敗命誣他 剋死病這件事 很多事都誣了他 所以最早反猶的 都是由西歐那邊 德國的中歐都是遲一步 因為猶太人一直被驅逐向東 我舉個例子 現在西班牙 西班牙剛剛搞了大件事 加泰龍尼 加泰龍尼 你知道西班牙的歷史裡 早八八年 就說 如果你不是天主教 你是摩爾人 即是逼飛出去的 即是猶太人 你只有兩個選擇 因為你是歸信天主教 沒錯 天主教 不是基督教 天主教 你要歸信 或即走 即走 即走 麻煩你回去非洲北非 麻煩你 不是你命都沒有 是的 那其中 猶太人應該不會是這樣 有一個仇恨 是咯 種族的仇恨 結果那時候是猶太人 因為不肯歸依天主教 不肯信耶穌 因為他們認為耶穌 只不過是一個先知 不是神之智 對不起 猶太教裡面 耶穌先知都不是 他只是一個普通人 而且是地位很低級的 一個普通凡夫俗子 但誰認為耶穌是先知 就是伊斯蘭教 我們看古蘭經裡面 提到耶穌提了很多次 伊撒 因為我問過那些猶太人 不知道是否他們現在摩登了 他們是認同耶穌是先知之一 但絕對不同意他是神之子 這件事他沒有辦法 我們看回耶穌時代的那些 就不覺得他是先知 根本是在加利利 拿薩勒是那些很低級 很以壓 都不是耶路撒冷人 很低級的人 很對不起 歷史上有這個地方 實際上沒有這個地方 終結 就是大金 拿薩勒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地方 或以前有 現在是哪裡 是沒有人想到的 剛剛有一個調轉的例子 就是特洛伊 以前一直都以為是一個神話地方 怎知找到回來 在土耳其 那些人已經有這麼多年的反游歷史 不是只有德國的納粹 那是高峰的 那是高峰之前的一段歷史 所以 猶太人的流亡 在納粹人來說 真的安了很多莫須有的罪 其中一個說他臭 是呀 真可憐 說他臭 說他臭 人各個臭 誰不臭 他又特地說他臭 總之就是衛生環最惡劣的那一班人 是呀 說他臭 這個真的 我覺得這個真是 什麼都很重要 沒有的 你面目可憎 你不喜歡 就什麼都進去 是呀 結果 你剛才說西班牙 法國這些都一直反游 然後呢 猶太人你見 他首先是去到西歐 然後一路一路向東遷 因為不斷由西被迫向東走 一路走到俄羅斯 是呀 真可憐 波蘭、東歐、俄羅斯 那些猶太人又是很可憐 所以二次大戰的時候 波蘭死的猶太人 特別多 最大的集中營 就是波蘭奧斯 現在有一個博物館 是呀 來個中國都有 在汴京 開封猶太人 開封猶太人的一個 community 現在還有 沒有排友的 中國是沒有排友的 中國從來沒有試過排友 他們保存他們猶太的習俗 信猶太的教 但現在似乎在改革開放之前都玩完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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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德國的馬丁路德 為何特別是排友 甚至是殺友 特別厲害 圖友 圖友 把猶太人說到一民不直 還主張什麼呢 燒他們的屋 拆他們的教堂 驅逐他們 或者將他們去奴役 等於測變上 變為奴隸 其實他自己由當初反宗教霸權 到自己成為了一個宗教霸權 對 絕對一定 很多都是這樣 避虐者成為私虐者 對 還有你知道 猶太人 除了他的《摩西五經》之外 還相信另一本書叫《塔穆德》 你知不知道 每一個猶太人都要背 對 都要背 我看過他《中日本》 又不是看完 但覺得這本書不錯 是有道理的 但因為他不是正宗的《聖經》 你當了《聖經》這樣的程度 當他提高檔次 《塔穆德》是一個很高檔次的書籍 更加憎恨 在那個年代 《聖經》無論如何能夠 那些猶太人自己作主 你拿著《摩西五經》和《塔穆德》 又當了是你自己最厲害的經典 還有做人處世 要跟《塔穆德》 所以特別憎恨 有人指出 為什麼猶太人這麼優秀 還有為什麼日本在戰前出現了很多個 拿諾貝爾獎的特主 還有中國以前的讀書方法 就是《波波齋》 出了很多天才 文人 很有修養 文學水平非常之高 將這三樣東西 歸納成為 認為大家有一個共同之處 就是書讀百片 奇異自見 在他很小的時候 不是解釋給他聽 現在的教育方式就是我解釋給你聽 本書裏公仔多個字 以前那些標點符號也沒有 公仔也沒有 總之全部都是字 背 然後小孩每天都愚蠢蠢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總之不斷背 但是你的大腦很神奇 他是會自己拆的 自己將它解釋 自己將它解釋 原來這件事 是開發大腦潛能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在你十歲之前 喪背 不用解釋給他聽 因為奇異自見 你的腦自己就會拆解這件事 腦大的時候你也會認識 陶淵明說 好讀書 不求甚解 讀得多就可以了 念可謊是最好的 現在你知道 我們所謂的現代教學方式 很排斥這件事 認為這件事是不好的 但是我自己有個例子我想說 就是我小時候我媽媽 為了不想我聽得懂她說什麼 譬如她說電話 不是台灣話 台灣人 敏南話 在電話裡說敏南話 你懂得聽 現在 她從來沒有教過我 例如一二三四都沒有教你 多謝吃飯什麼都不教 你明不明 總之她不想你明白 因為她怕我報寸給我爸爸聽 例如去哪裡打牌 做什麼 總之不想你知道 就不講了 不教你 有一天我突然之間全都聽得懂 全都聽得懂 突然之間有一天 像撞鬼一樣 我不是由一二三四慢慢 pick up 是有一天由零變成一百 是很奇怪 很奇怪 原來老婆完全不知道她怎樣運作 但她就是自己在背後的programming 一直在運作 所以為什麼現在有些父母 是會BB啞啞的時候 甚至在圖裡播四書五經 有有有有 或者是播沙士比亞那些四律師給她 目的就是這樣 讓她自己拆 剛剛你說沙士比亞和我們那個文學 我們說歐洲人的反遊 就不是純粹說打你啊 踢你啊 驅逐你啊 罵你 那麼簡單 連文學家 那些子女行間都會反遊 甚至特別喜歡把角色變成一些很負面的猶太人形象表現 沒錯 沙士比亞最出名的 最多的 一個的威尼斯商人 喂 那個人放高尼泰 那個人就是猶太人 是猶太人 還有什麼 沒有錢還要割你一磅肉 最後呢 牙尖咀利的女律師 女白藍莊說 一磅肉 法律寫明 你割出來你必須要只是一磅 多一點少一點都不行 結果才把這個 割人肉還債的這個大洞猶太人 就在法庭上打倒下來 哇 瞄殺了 瞄殺了 瞄殺人口 這是英國三日比亞 還有英國的一個大文豪 我想想一下 阿特庚斯 阿特庚斯 夠出名 他有一部小說很出名 叫虎海孤初 有一個很差的一個猶太人 叫做Vegan 是一個控制 扒手同黨的猶太人 最後被人問掉 也是猶太人 也是猶太人 他們的反映 就算是這些 世界人類歷史上最頂尖的大文豪 他受到那時候的社會氣氛 對 必須要反映社會現實 一定是一個反流的社會氣氛 完全是在他們很多文學作品上反映出來 所以猶太人變成奸人或是衰人的代名詞 這個代名詞 在二三百年內 或者更長時間 已經進入了歐洲人 西歐人的老海之中 難怪德國人自認一個優秀民族 馬丁路德也是德國人 新教是我們德國人 耶穌主導是我們 他們在德國的反游思想近代爆得特別厲害 另外還有 你當時知道 上世紀初 即是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德國都很怕共產主義 但是共產主義在俄羅斯 猶太人在俄羅斯人口 百分之四五 但是參加俄羅斯共產革命的 大約有一半是猶太人 我舉兩個很出名的例子 一個是托洛斯基 紅軍之一 列寧對陸就是他 紅軍是托洛斯基做出來的 政委那些到現在 某鄰近地區還仍然用這一套 就是托洛斯基的紅軍搞出來的 激進反對派 另一個很出名的 中國人一定記得 巴羅亭 就是當年廣州國民政府 黃埔郡校的頂頭 教官 不是教官 是最頂頭的太上皇 蔣介石只不過是小弟弟 在這個國際重產 派來中國的 如果沒有聽到叫特務 好聽一點就叫做顧問 顧問其實是太上皇 共兩黨都對他卑躬屈塞 當時是很威風 全靠他 因為當時 要有西方的理論 有西方的共產主義理論 其他都要靠巴羅亭 結果呢 講完他的下場 托洛斯基 就被史塔羅去1940年 在墨西哥找人用虎手撒死 那一死的 有發生的 很慘 鮑羅亭呢 就在古拉郭群島死了 在勞改營那裡死了 為什麼兩個信奉這個 共產主義的高層人物 都死得這麼慘 為什麼不止他們兩個 是蘇聯的 共產高層人物 連鄰近地區的 高層共產黨的人物 都死得這麼慘 不要這樣 公高蓋主 你不能夠利用史太林 那麼多猶太佬來搞共產革命 希特拉呢 當時德國民眾反共 怕共產黨過來 共產黨那麼多人 原來都是猶太人 共產黨的作者 馬克思也是猶太人 甚至美國的猶太人 馬克思是敵基督 敵基督 反對宗教 又是猶太人 加上二十年代三十年代 德國經歷了很多金融大災難 嗯 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 而當時他們都覺得 歐洲的銀行老 大部分是猶太人 又是你 很慘 他的家族到現在仍然掌握了 德美的經濟命脈 那時候已經是 加林斯潘也是 都是猶太人 加林斯潘 索羅斯 全部都是 甚至是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的創辦人 都是猶太人 那時候德國納水 又是這班人 搞禍我們的金融 搞到我們雞毛鴨血 金融又是你搞禍 共產黨在這裏搞半變 又是你們猶太人 加上又髒又辣 他傳統以來混在一起 連同宗教等等各種因素 加上戰爭的需要 最主要是覺得他們怪誕 因為他們戴著那些帽子 紮了一邊 我不是說現在那些 摔了髮 英俊的那些 你看外型 看不出什麼分別的那些 是說傳統那些 也覺得他們很麻煩 他們肯融入他們 澳洲人的身為 肯定融入你的 而且他們覺得你們的東西很麻煩 例如你吃的東西 又要跟別人不同 在廚房 一定要找他們的大祭司 你知道在中國的猶太人 叫他的猶太教做什麼 叫抽筋教 即是那些腳筋要抽出來 原來只開湯 叫抽筋 抽一條筋 他們有很多禁忌的 你不能吃 任何血都不行 都不行 而且辣死的動物是不可以的 還有媽媽和兒子不可以一起吃 即是你不可以吃奶油的什麼 例如你那碟菜 是有煙肉和奶油 絕對不行 因為是媽媽和兒子 母子關係 親子當年不用想 當然在《生命記》 《摩西五經》 即是《舊約》裡面的《五般經》 寫得很清楚 什麼可以吃的 什麼可以吃的 豬是特別大的金經 不可以吃的 絕對不可以 包括很多武輪的魚 即是我們現在吃日本吃鮮飯 鮮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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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輪的魚不可以 還有你那些餐具 鮮不可以 鮮不可以 煎鍋 都是要分開 是啊當然 哇 那些空中的飛琴 即現在我們說是Games 一定不能吃 除了雞鴨之外 雞鴨 雞鴨不可以 什麼雞鴨不可以 飛的那些都不可以 飛的那些是不可以的 但這種事很有趣 因為中世紀的貴族 特別喜歡吃 直接驚的 是的 因為在天上飛 覺得是乾淨 正如印度人覺得 要在樹上生出來的東西才吃 要乾淨 沒錯 他們覺得你們這些猶太人 來到我們的地方 不肯融入我們的文化 還要死都堅持自己那一套 還要大把錢 大把錢 又迫害耶穌之後 煽無妒忌都在一起 對 又覺得你衰格 又覺得你又妒忌你 結果去到最後 就出現一個桃油 六百萬 幾乎絕種 幾次現在這個中港矛盾 有些似的 大把錢 接著又搶走資源 是嗎 又有大聲 又不肯融入 又不肯融入 我行我數 就不止 我行我數 看很多電影都有說 我暗中說了 他說阿芝來 我又餓吃飯 我又餓吃不發的麵包 叫不發的麵包 無烤餅 他叫無烤餅 還有他的節日 不能夠過你的節日 要過他的節日 很多節的 很多節的 五巡節 鑑節 月月節 多得不得了很多 所以 逢星期五 又要去聖國 然後又要點蠟燭 然後又要點蠟燭 拋麵包 七台燭 那些叫七台燭 安息日 等等 還有剛才你說 阿呂王說的 有個國禮 男生第八日就要接受國禮 你想想以前沒有麻醉藥的年代 那是拿小孩 嬰兒子相對好一點 但也會痛 也會痛 沒有所謂 他肯定哭了 頭很橙色 甚至那時候 反游去到什麼 看你後面猶太人 就侮辱到怎樣 拆掉出來看 是一個故意的侮辱 去到這麼慘 所以 後期 到了戰後 歐洲人開始真的要反省 痛定屍痛下 決定被以色列復國 本來英國拿華在非洲 本發殖民地 讓他們復國 不在現在加南 不在現在巴勒斯坦 是因為英許之地 但是猶太人不肯 他說 是否應許